它是賣麵線的 然後它的麵線我有網路看過 很特別 它有鐵盤 然後配烤牛舌 好特別喔 然後還有一個是 套丘看起來超新鮮的 我們去拍給大家看一下 叉燒肉放在麵線 這叉燒看起來很棒 啊流出來了 第一次吃到 線烤牛舌配麵線 牛舌 我們現在來到了新竹 然後現在在北門 這邊應該是北門街北大路這邊 然後我們這邊的話是之前 我有收告觀眾 新竹的觀眾有投稿說 這邊有一間麵線很特別 叫我一定要來拍拍看 那今天我們跟賢竹還有外星人來到這邊 我們本來是拍素食特輯 那這一間是我們插在裡面 我們來吃個中餐 它是賣麵線的 然後它的麵線 我有網路上看過 很特別 它有鐵盤 然後配烤牛舌 好特別喔 然後還有一個是 套丘看起來超新鮮的 我們去拍給大家看一下 走囉 好囉到囉 這一個想來點 它是晚上也有在賣啦 然後它弄得很像那種 日式居酒屋的感覺 然後我們是來吃中餐的 走囉 來目測的話 它店內的位置其實不多 看起來差不多 七八位左右 日式小居酒 好啦我們到店裡面了 而且我們剛才點了幾個 等老闆做推薦的話 第一個是透抽麵線 然後再來的話 是這個很特別的 暗然銷魂麵線 然後還有一個的話 我們有點了一個 它的最高牌的就是 牛舌麵線 還有一個小菜炸物的話 他們是推薦這個 甜熱燒味噌豆腐 說是日本的 對夫妻常過來 第一次吃到 縣烤牛舌麵線 而且這超香的 喔 它已經好了好了 低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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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放到這上面 上面的那個油水 那個肉汁都飽出來了 不要太熟 不要太熟 哇 噴汁了 然後放下來 哇 讚喔 好 來喔 給大家看一下 這是它的麵線 上面有蒜泥 然後看起來是清麵線 我先吃吃看它的清湯 看一看 這是清麵線 嗯 它本身的麵線本體是柴魚味 柴魚味很重 是高湯的 然後旁邊有蒜泥 你把它攪進去 哇 這個麵線好吃耶 而且它還吃得到麵線的那個 QQ的感覺 本身吃得到很香 高湯味 然後我再給大家看一下這個 牛舌 哇 哇 牛舌超好吃的 你的那個好吃嗎 你的這個是 套Q嘛對不對 可是你剛才那個套Q 你吃起來怎樣 套Q很脆 很脆 我剛才看它是現燙的 它本來是生的 它直接現燙給你吃 最主要是我覺得它的麵線是清麵線 但是味道夠 而且它的不是那種高湯粉的味道 它是柴魚的那種湯汁的味道 它這種麵線就是吃了不會口渴 可以一直吃 一直一直吃 很好吃耶 我們是來燒肉店還是來麵線店的 我有點搞不緩 太平哲 你的那個是什麼 拿拿罐 炸燒 然後來沾這個 哎呦 哦呦 嘿 嗨呀 哇 你看它這個叉燒 有帥有帥 你剛才有吃嗎 它叉燒超好吃的 你剛才有吃嗎 它叉燒超好吃的 它叉燒是 對 它叉燒的很入味 而且不是一般的港式燒辣 它是比較偏甜 蜜汁偏甜 然後 很入味 然後裡面是 那個油脂跟瘦肉是分 分布是很均勻 很像是梅花肉 吃起來肉是脆的 但是又有油脂的香 然後 這個暗南銷魂麵線 屁點 超好吃 網友介紹這一間 很厲害 它的牛舌真的很好吃 老闆你們這些開多久了 剛開半年了 所以我會想說 我以前讀書沒有看過這一間 它這個是炸的那個山芙瓜 好脆 它其實苦味沒有到很重 微微的苦味 然後 因為它上面有少了一點膠鹽 跟那個編布羅的麵衣 綜合掉 很好吃 好 這個的話跟大家介紹一下 這個叫做甜樂燒味噌豆腐 它剛才看起來是 炸過的 油豆腐以外 然後上面加了味噌醬再製造過 那這個的話 老闆是說 他是有一對日本夫妻 他問他說 你們回到日本都想要吃什麼 都一定要吃什麼 他們說就是這個 然後傳承給他 然後傳承給他 吃吃看 哇這個老闆這個豆腐好吃耶 而且它的那個味噌醬 是有點甜甜的 然後加上它有一點烤過 所以多了一些炭燒的香味出來 不會讓你完全就只有味噌的甜 紅香腸雞吃 我喜歡吃 但是你老娘說你百神天 喔它的雞翅很特別 很肉很入味 然後本身很多汁 嫩的 馬告 喔那是馬告 那個是 撒了馬告的胡椒 然後這個的話是 透抽 剛剛看他在做這個透抽 就很新鮮的感覺 超脆耶 很嫩 而且完全沒有那個腥味 我覺得它的麵線看起來是 顏色比較淡 可是味道很夠耶 我今天點這三個就超好吃 而且我覺得那個叉燒 真的讓我太驚豔了 叉燒超好吃 很特別耶 在這邊還有賣這個 斑豆的吧 斑豆賣的炸湯鹽 各位這一間 有推薦的 那個投稿的這個 麵線 讚 真的好吃 真的好吃 它 對每個都好吃 我們點了三個是 一個是牛舌 然後一個是 那個套Q 一個是 暗然銷魂的這個叉燒 我覺得 我的第一名 我第一名是叉燒耶 我的第一名是叉燒 因為它的叉燒肉真的太好吃了 那它每一個麵線的湯跟 麵都很好吃 那因為它的 主要是在吃它的高湯湯頭 跟它麵線的Q度 它的口味是很夠的 然後 再來的話 小菜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它的馬告的這個 雞翅跟剛剛那一個 有一個味噌燒豆腐 這兩個是非常好吃的 那 牛舌的話 喜歡吃牛舌的一定要來點 因為很香很脆 很特別 因為你配戴麵線上面 這是第一次的搭配 然後這一間的話 地址我會放在影片底下 那如果你們下次有來的話 因為它還有賣到宵夜 然後它也有賣酒 所以你也是可以把它當居酒屋來吃 那我會把相關資訊放在影片底下 如果你們有喜歡 欸你把雞翅噴出來 呵呵呵 那你們 有來新竹 或者是本身是新竹人的話 真的可以來吃吃看 剛才我問老闆 老闆說這間店才剛開 半年多 目前的話 可能還有很多新竹人 是不知道這間店的存在 真的可以來吃吃看 真的好吃 有啦 影片到這邊啦 掰掰 掰掰 拜拜